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期三的梅渣股 这次嘉宾邀请你 Jason 和我们推介他心水股份 Jason 你好 Jason 先和你回顾一下上星期推介过的股份 是中海邮福2883 回来期内,港股是连跌五个交易日 昨天反弹后,今天都继续向下 所以累积跌幅不少 跌超过2% 跌了565点 吹了23000点的关口 当然,推介股份也很难堪面 跌幅在超过半成 跌了4毫 今天中午收报在7.34 期内,因为看到OPEC和非OPEC的 油组成员国开会 好像没有什么谈出来 都令到股价下跌 这只股份,你会否维持上星期的建议 是的,上星期都预计了股价先回一层 所以都建议大家趁低才买 如果真的在7.5.5元这个位置买入 其实问题就不是太大 因为现时的价就算跌下来 是会有上升的空间 以及中海油服最大的客户 即883方面 接下来都会继续增加 陷探和生产的资本开支 对于公司来说 那个订单应该都有些保证 所以初步仍然都是维持 它的目标价 仍然都是看中线去到8.8这些位置 好,明白,来看看今天的市况 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跌超过300点 主要都因为外围方面风雨飘摇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 有些不明朗的因素出了来 这个市况之下 会不会介绍一些比较稳定的股份 是的,今天的市跌得比较多 当然短期里面我都看过市 还有机会会试深一点点的低位 但是今天推介这只股份 相对与外围的市况 或者与整体行指的走势 未必说会有太大关系 反而在内地一些政策层面 又或者是关于新能源布局方面的层面 影响会比较大 讲的就是一只做新能源车的龙头股 之前都跟大家介绍过的 就是比亚迪股份,1211 比亚迪股份 即和大家看看 仍然岸岸年增长五成多 去到727亿多人民币 至于经营利润就升了95% 去到44亿多 纯利方面是升了86.8% 去到36亿多 武利率上升3.4个百分点 经营利润率是升1.4个百分点 政府债权益比率都有上升 去到6月底为止升了18个百分点 Jason就这样看盘大数 都算做得不错 不过好像因为市况不离开 股价都不是有什么特别亮丽的表现 是的 头三季来说 集团都一定是出份 相当之叫做美丽的业绩 因为都看到其实今年头半年 它的顺利的增幅 都有三倍多 意味着 在第三季来说 它的盈利增长就相对放慢了 我们都要留意在这一段时间 即是头三季来说 始终国内新能源车的需求都不断增加 公司方面也都是在这方面的发展加快 在买一些电动车方面也都是买多了 令到它的毛利率方面也有一个确阔 监制在营业额方面也能够升到五成 当然 你说这个业绩比较强的表现 其实去到今年的第四季全年 甚至去到下年 我觉得都仍然能够保持得到 我们看看第三季的业绩表现是怎样 下个图表 都看到营业额来说 是上升到64.7% 去到278亿多 另外留意到的顺利方面 刚才Jason也有说过 其实第三季自己来说 做得一样的 要下跌 不是放缓这么简单 是跌6.1% 去到14亿多 为什么营业额上升 但反而顺利会下跌 还有做得不太好 第三季 那Jason也在第一个利好因素 提出表现理想 是的 如果你说单体的顺利 或者经营利润的部分 的而且第三季 就录得一个按链的下跌 但都要留意一些非核心 非核心的一些因素 就影响了 在去年的第三季 公司方面 都是出售了一些非核心的业务 就是做一些手机部件相关的资产 卖出去都录了一个 叫做正收益 就是13亿多人民币 所以如果你说 继续这个数字下去 去年那盘数 就令到基数就叫做放大了 所以便说 今年同期来说 以一个按年方面的变化 当然就出现一个倒退 但如果我们剔除了去年 买这个资产 带来一个一次性收益的因素之后 其实那个核心 经营利润 按年来说 今年第三季 都能够升到超过三倍 你计算核心顺利方面 同样地都能够升到2.7倍左右 所以如果你说 我们不计一些特殊因素的话 整体第三季的营业额 或者顺利 甚至乎毛利率 和核心经营利润方面 仍然都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而且集团都估第四季应该可以维持到强势的势头 看回集团预估 2016年全年的股东应佔日利 将会介乎50亿至52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7乘7至8乘4 即是一个全年的营起 如果购买首三季的话 意味着第四季的顺利方面 可以达到13.3亿至15.4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是5.5亿至7.8亿人民币 刚才看到第三季的顺利来说 都是14.04亿人民币 8万左右 即是第四季的日利 跟第三季差不多 什么原因 是的 第四季来说 集团可能是一个比较保守点的估计 都是按季来说 就持平 按年来说 升幅就放缓 即是5成多至7成多 比起头头的三季来说 的而且没有这么强的增长 最主要都是因为去年第四季 都见到新能源车卖得相当之好 集团的盈利基数 都去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你说去到今年第四季 即使盈利是放缓了 即是增长没那么大也好 但其实都仍然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你说一季里面做到十几亿的话 全年加起来都有五十几亿 都算是很多大行一个上限的预期 原因方面仍然都是 一些比较热销的新能源车 包括糖的系列 或者说最近这两个月 都推出了一些传统 即是汽油为主那类的SUV 即是送的系列和原的系列 仍然都是相当买得的 这些因素加起来 预计到第四季盈利的增长 仍然都不会太差 我们看看过去新能源汽车 季度来说销量表现是怎样 刚才Jason也提到 糖的SUV插电运动SUV车 卖得挺好 都见到截线图反映了 按年增长是有放缓的情况 因为基数都开始变大 不过我们来看看BARX 即是实数来说 第一季是做得一般 不是说卖得太多 但是每一季来说 都见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 而且去到第三季 好像是创了一个新高 没错 集团的新能源车 销售都是不断创一个新高 单计第三季 其实去卖那个电动车 或者说一些插电式 混合动能 这些新能源车 加起来都有3.5万辆 即是3万5千部 按年来说 都升到成倍多 当然按季的增幅就放慢了 就是说是17% 但是都不要忽略一点 就是说如果计算今年 头三季夹买 那个新能源车的销量 其实都超过是8万架 那说到去年全年 才是买得那5万多架 代表着今年其实头三 就是用了三季的时间 就已经是叫做超越了 去年全年的新能源车的销量 预期去到今年第四季 都当它仍然能够有个按季的升幅 当它第四季能够买到可能5万架左右 全年就可以做到就是13万架 这个就是之前集团所定的一个目标 以及很多行 所看一个比较进取的目标 接近一年 就去到今年 我说最近这几个月 销程仍然都保持到 相当之强 再加上一些K9大巴 就除了国内有订单之外 很多海外的市场 都一样是落单 就去order这一类的 是K9电动巴士 再加上就说 如果去到下一年来说 我都相信 随着圆的系列 和送的系列 即是说一些 插电式混合动能的轎车 或者SUV 都相计发布了 应该都能够保持着 这个势头 就不会太差 除了公司自己做得不错之外 另外我们看这个比亚特 都会说一下 如何受惠于国策 看看第二个利好因素 中央新政策 相信是比较有利行业的领先公司 新能源汽车 最近有两个新的政策 包括在8月份 法改委颁布的 新能源汽车碳盖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各个汽车生产商制定了 需要承担二氧化碳 减排总量的盖 企业可以透过 新产新能源汽车 达到盖盖要求 或者通过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买盖盖 计划是2018年实施 先讲讲法改委的措施 比亚特 所谓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现在还未正式实施 不久将来 可能到2018年 会实施 这个政策主要说什么呢 未来每一家国内汽车生产商 都有所谓配颁的要求 这个配颁就是说 你在生产一些有高排放量的汽车的时候 都会用到这个配颁 如果你说到最后排放量是用多了 就需要你在市场上面 买回足够的配颁 来填回那个不足之处 相反 如果你说有些车厂 主要都是做环保车 新能源汽车为主的话 照计要达到这个配颁要求 就没有什么难度 甚至乎到最后 都可以有一个成余的配颁 可以在那个交易市场上面 就出售给其他一些公司 这个我都相信 就说中央就是希望 透过一个所谓 总减排量的配颁制 来到控制一些车厂 就希望他们都可以做多一些 环保和新能源车 这个系列 至于九月份 公信部的新规例 就是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与新能源汽车积分 并行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这个意见稿 对于乘用车生产企业 同时接纳两个积分 第一种就是燃料消耗量 和新能源汽车生产比例 这两种 暂时定在2018年和2020年 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 分别是8%至10% 和12% 如果积分不达标 就会向多余积分的汽车生产商购买 和刚才提到的配颁也有点似 但是行业来说 难不难达标 这个就是一个积分制 即是说明 未来一些汽车生产商 都要符合两个积分的要求 第一方面 关于燃料消耗量 如果他们多买一些汽油车 燃料消耗量 当然会比较多 另外一个就是 新能源汽车生产比例的积分 即是说如果你生产得 越多的新能源汽车 你可以得到更加多的积分 未来有关当局都会订立 就算不同的汽车厂 就给予一个积分的要求 每间汽车厂到年底结算的时候 都一定是要满足相关的要求 否则就可能会给有关当局去到罰钱 甚至乎要求你去到停产一些高排放量的汽车型号 重点在哪里 就是说特别说 新能源汽车生产比例 就说要求未来不同的车厂 都要生产更加多 新能源汽车或者环保车 去到一百年实施之后 每一年都会将比例不断调高 由一百年定在8% 到2020年就调高到12% 即是说现在有很多汽车生产商 是未开始研发电动车的 没有计划去做的话 去到两三年之后 就未必会达到标 如果你说这些车厂达不到标的话 到最后为了不想要罰钱 就可能需要同一些 主要生产电动车的企业 买一些相关的积分 如果你说比亚迪来说 是生产比较多的电动车系列 它又多如即反压 卖给其他竞争对手 其实都在变上有额外的收益 Jason 你就说比亚迪 卖得比较多的电动车 但其实它的生产比例佔了多少 能否达到2020年12%的目标 其实看比亚迪在今年上半年 公布的数据 都见到其实是一支独手 现时它的新能源车的销售比例 即是佔Total 汽车的生产总数来说 都有接近是两成半的 已经是达到 刚刚提到 8-12%的目标 比起其他的汽车生产商来说 例如吉利、上汽、华晨、廣汽等等 其实他们说现时 现在这一刻 新能源车的生产比例仍然都比较低 换言之 如果你说这些竞争对手 去到2018年至2020年 是追不上的 未能够得到足够或积分 到时这些汽车厂 就需要和比亚迪方面 去买回积分 来凑够数 到时比亚迪就好像刚刚所说 就能够借着这些出售配额 或者出售这些多余的积分 来赚取一些额外收益 其实除了电动车业务 可以受惠国策之外 公司还有个业务 都可以来 有个发展潜力相当之大 10月中的时间 集团就发布了 会发展单轨列车系统 未来会成为他们的重点战略业务 第三个利好因素 就是单轨列车业务 发展潜力比较好 Jason 其实给阿迪 自己在发展单轨列车方面 有什么优势 大家在图片上 都看到所谓单轨列车 就属于一些比较暂身的轨道技术 跟传统的一些 乘轨、地铁、轻铁、电车 最不同的地方 就不需要有个高崖的电纜 纯粹就是靠一个动力电池来推动 而且可以做一个叫做 架空方面的轨道 就不需要增加道路的负荷 比亚迪就在上个月发布了这个产业 他都说过去那五年 就投入了50亿 做一个R&D 现时也是掌握到整套产业链 就是说由轨道的设计 列车方面的生产 甚至列车里面 一些相关零部件 或者动力电池方面的技术 其实集团都已经掌握了 意味着他将来不需要 依赖太多一些第三方 或者外判商方面 作为一个主要的供应商 这方面我觉得对于比亚迪来说 是一个挺大优势的 或者其他一些相关的 新能源汽车公司 或者其他一些基建公司 如果他们未有这个技术的话 即使他想着加入市场争都好 都未必说可以在这一两年里面 做得到的 而且这一类单轨列车 一二线城市未必用得着 因为现在内地很多一二线城市 都建了很大规模的地铁 乘轨的配套 反而很多三四线城市 人口的比例 可能是百五万楼下 他们未必能够建立地铁的要求 所以到最后他们建立的 可能是靠这些架空的单轨列车 整体的兴建成本 或者兴建的时间 比起传统的地铁来说 都是为之底的 如果你说成本方面 就是地铁的五分之一 如果你说建造时间方面 就是建立地铁的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说成本效益 都是相当高的 如果你说发展程度那么好 以及成本都比较低一些 如果只是在二三线 三四线城市去发展 这个规模又有多大呢 是的 高盛方面都和我们做了一个预期 他都定了一个保守的预期 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 保守预期就是 假设只有22个城市会建的 和每一个城市建的长度 都是15公里 成本方面可能是1.5亿人民币 加上市场规模 去到2020年 就490多亿人民币 如果比较乐观的预期 就去到4千亿都有 即是说大行暂时 对于这个所谓单轨列车的前景 整体来说都看得不是太悲观 当然 那个不明朗因素仍然都是大 或者来到2020年的时候 到时市场规模有多少呢 仍然都有相当大的分歧 暂时来说 看到比亚迪这种股份 有什么理淡的因素要留意呢 理淡的因素 最主要我们都要留意 关于电动车的补贴政策 会不会有很大程度的改变呢 例如关于一些中央补贴 或者是不同地方政府的补贴 会不会都有很大的一个减少呢 在之前那几个月都不断传 因为有很多电动车生产商 骗补贴 那未来可能在补贴的规模上面 或者那个要求上面 都会收紧 另外说比亚迪在这几个月 都买很多传统的SUV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以长城 以广气的例子 这一类产品的价格竞争 仍然都是相当激烈 大家都要减价来买 可能变相对于集团来说 都会有些隐忧 再加上他未来都要发展 电动车业务 或者单轨列车业务 所用到的资本开支 或者R&D的费用 仍然都会持续高期 这些中观来说 都属于集团一些比较重大的不利因素 公司司机出了第三个业绩之后 股价没有什么向上 反而是反复地向下 现在市场是一百天线的水平 跌到五十个六毫半 Jason 会不会见到汽车股最近有少少炒风 已经过了的迹象 要订低一点才再吸纳 其他汽车股的确在今年升得比较多些 但如果你说比亚迪相对来说 升幅又不算太夸张 所以你说今次回来 回到五十元左右 我觉得也是一个适合的时机去买一点 上网一个中短线的目标 就先看一成多的利润 看之前高位五十七元 下面止蚀位定在四十七元 明白 多谢今天Jason的推介 再和你做新报 刚才说过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好 稍后再回到文贵環子 待会再见